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民党的主席 交代副主席说叫他去 跟谁见面呢 去跟郭台铭见面沟通 但是沟通的结果呢 连胜文说 没有任何弹性 郭台铭就是只能够郭上来 侯下去 所以换句话讲 郭就是要当政的 然而现在郭伴否认这个说法 他说什么 他说连胜文 连胜文跟郭台铭 整个月没有见过面 那凭什么连胜文可以讲说 他曾朱立伦的命令去跟郭台铭见面呢 这下是连胜文过去变哪里 马上改口说 真的没有见到郭台铭 不过 有见到郭台铭的相关的人 他还说愿意承担误解的责任 我看这可能不是误解哦 这时间穿小鞋哦 那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国民党是不是想要用这个去打郭台铭 结果自己满头包呢 昨天更传出 侯友宜跟郭台铭有见过面 见面的时候 郭台铭跟侯友宜说 哎呀 让大哥先做四年 这句话似乎四年前也听过 跟谁讲过 跟韩国瑜讲过 那到底郭台铭有没有再讲这句话呢 每个人都在问 所以大家问了侯友宜 侯友宜说 那去问问问郭台铭 因为我跟郭台铭讲的话 郭台铭说不可以传出去 所以我侯友宜不可以先讲 那不可以先讲 你又跟他见面的事情 你又把他讲出来 这算不算先讲 已经故意扒了郭台铭一个巴掌了 所以这叫做高级修理 侯友宜也很会高级修理哦 那我们再看看 侯友宜这两天 黑头啊 火大了 对于周刊的小编大动干火 今天更强调 自己是有证件的啦 不过大家看看 周刊对于另外三个候选人 虽然有提他们的证件 但是也奚落了他 反而对侯友宜的证件 没有提出来 也没有奚落他 请问哪一个人占便宜 看起来侯友宜没有被奚落 没有被嘲讽 是占便宜 竟然占了便宜 还卖乖 还反而把小编骂一顿 那听说小编还好 没有被fire掉 这怎么一回事呢 用这个方式 再拉民调吗 还是外传 柯文哲和国民党 开始要谈合作 所以也必须把这些事情 把它做一个结束的时候 把气出到了小编身上 这么多的议题 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来宾 另外是我们的立法人 我们的庄介乡 思雍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台北市議員 洪建毅建毅 大家好 我们的自尚媒体人 陈东豪 董好 大家好 我们的自尚媒体人 邱明玉 明玉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立法人 游宜兰 玉兰姐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政治评论员 余妹妹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猴郭 真的可以整合吗 还是非常难整合 我们看个相关的报道 优先投资医疗保健支出 任内 十年达到 占GDP的百分之八 洪友宜提一流五支件 拼选战PO政件 不过民调还是低迷 国民党副主席连选文就爆料 说三周前走过郭台名 对方却要郭上猴下 打坏合作默契 让郭伴跳走 博强一个月来没见过 郭上猴下与事实不符 连顺文才改口 又和郭台名亲人联系 愿承担误解之责 我们尝试跟郭董事长来沟通 要谈就只能谈郭上猴下 要谈就谈我进已退 那就没得谈 郭守正先生跟连顺文之间的联系 只指于讯息 也只是说 是不是能跟郭董见个面 没有谈到任何具体的政治内容 我不清楚他们两个的对话内容 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好不好 不评论郭台名说的话 但传出郭侯总在8月27号就见过 而且郭台名却让大哥做四年 谈判就此破局 搜集一出侯正英亦有所指 明明双方约定都别说 要郭台名把对话内容说清楚 先让大哥做四年是四年前 郭台名在初选的时候 对韩国瑜的公开喊话 对于侯市长竟然来拜访 没有见到郭董 这件事情其实郭董后来也觉得不好意思 毕竟来者是客 所以后来两个人就破冰寒暄 完全没有提到政治的内容 原来大哥说的是四年前的韩国瑜 但就怕郭台名9月中 启动连鼠再吃豆腐 就了解国民党寄出党禁 已经让郭振英在地方处处碰壁 连那行活动行程也要不斗 当初说好帮忙的议长 地方大佬态度转趋低调 郭台名只好绕到委托20家公关公司 负责连鼠席动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剑拔弩张 一个基层的党员 他有自由的意志 党义不能够大于民意 确实有在找公关公司 但是这个数量未免也太多了 连圣文他说他有跟郭台名见面 听好喔 他说他是跟郭台名见面喔 不过郭伴深夜急发声明 薄说我根本就没记命 遭郭台名打脸 近一个月根本就没见过面 连圣文三点回应说 个人悔育不重要 你也拜托给你说了谎话 还个人悔育不重要 好 我们再看 他怎么声明呢 本人愿意承担所有误解之责 是你给人家穿小鞋 你变成误解 圣文个人悔育并不重要 你根本就没有欲 你只有悔育 哪有什么悔育 本人并未与郭董事长见面 而是与他的亲人联系 那他亲人是谁干脆讲出来啊 国民党绝对愿意以大局为重 努力团结所有在野力量 那黄世修指说 悔育声音是从国民党内部传出来的 这个也是事实 好 我们再看 传郭台铭会面题 让大哥先做四年 侯友宜说 请郭董对外说明 不是说会面的事不要讲吗 侯友宜说 请郭董对外说明 这有算高级收理吗 高级收理 那让大哥先做四年 请问谁放出来的 如果郭台铭不对外说明 那表示这个是谁放出来的 网友就说 侯友宜 你是不是你们的阵营 放出这个讯息以后 人家问你 你再说请郭董对外说明 这个就是在修理郭台铭 不得理不 好 再看 没说让大哥先做四年 黄世修证实郭侯会面 仅是破冰寒暄 曝郭科侯咖啡会的进度 黄世修说 不要一来就要谈 谁赠谁负啦 这个蛮有意思的 明律 别人来看我们这个 这个 郭柯侯 不是 我要讲 本来想比一个动作 他以前有个招牌动作 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 OK 文艺青年可以说谎吗 我觉得这个是 连色文就有点像猪队友 现在我们来看三个男主角 他们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郭台铭现在是恐怖情人 那柯文哲就是跟骚的受害者 那侯友宜现在看起来 是被骗大直男 那三个人看起来 到底是谁演的比较像 我们先来讲 就说连色文说 他这个不是有跟 这个侯友宜 跟郭台铭见面 就后来搞半天 其实他是跟郭守正 而且也没有见到面 变通讯软体 那我认为是说 现在侯阵营这边 想要释放出来的呢 就他们也是想要学受害者 他们也是想要学受害者 可是偏偏就没有 柯文哲学得下 所以难怪有人形容说 这个影帝不是要谁当 都可以当得成的 所以我建议 这个侯友宜还是要去学一下 柯文哲 怎么样扮演受害者的调查 所以影帝是柯文哲 对 假装被罚葬半个小时 对啊 结果是苦肉计 对啊 三十六计的苦肉计 他演得最好 对嘛 其实我们跑过政治都知道嘛 你通常就是 这个主帅在上面讲话 那比如说赖清德上面讲话 那如果下一张是侯友宜的话 他一定会有先遣部队 然后这边讲说 这个赖清德在一分钟就要走了 在一分钟就要走了 老板请准备 老板请准备 然后老板再来 然后等到这个上一棒走了之后 然后下一棒再开车过来 这是我们正常程序 对嘛 他一定在车上等嘛 对你怎么可能让一个候选人 在那边站二十五分钟 你单就国安的危机 你让一个总统候选人 在那边站二十五分钟 说难听一点 你真的不怕枪手开枪嘛 这个也是一个国安危机的一个 所以柯文哲很假 对 演地 对好 那所以他昨天成功的 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那我再加码啦 你看他今天继续哦 他就把郭台铭形容成一个 这个 怎么样 恐怖情人 怎么讲 你看杜聪明讲学金 柯文哲都还没有出来讲 这个杜聪明讲学金 郭台铭马上第一时间 就在脸书帮他 抱不平 哇塞 帮他抱不平 讲说 你怎么可以去 民进党怎么可以去 打那个讲学金 郭台铭先帮柯文哲 抱不平 那再来呢 然后郭振宁这边又讲说 他的IG 只关注柯文哲一个人 怕死人 这好像是一生间 只爱你一个 那再来9月3号 他又查到说 柯文哲可能又有一个摆桌的 这个聚会 又放话说 他那天9月3号 要去跟柯文哲同光 哇 我觉得现在这个 郭台铭根本就是已经把柯文哲 当做一个 怎么样 我觉得柯文哲要去申请跟骚法 为什么要 太恐怖了 为什么要选9月3号 这个 93君人节 因为啊 要把他供奉到中列池去 太恐怖了 93君人节是秋季 秋季 我们玉兰节很清楚是秋季 对 所以现在大家都还开玩笑说 柯文哲是不是要去申请一个跟骚法 然后就禁止郭台铭在这样子 太恐怖跟了 那我要说的是 那个侯友宜这边阵营 他本来也要像 像柯文哲这样学一个当受害者的角色 可是学不像 为什么 因为侯友宜就我了解 他其实是26号跟郭台铭会面 而且是在他家里面 那事实上这场会面 我早上我有访问过黄世修 黄世修证实说呢 他有那个侯友宜有进到他家里 而且侯友宜是这场会面 是侯友宜又去拜会他 是侯友宜主动要去拜会郭台铭 那很好啊 对 那你看啊 当时侯友宜有释放出来 前面三次就说 哎呀我要去找你啊 可是你都不在 侯友宜不是自己讲过吗 他去郭台铭楼下等了三次都没有见到 对不对 所以他等于说是第四次 再去拜访他一次 可是你看 他拜访他之后两个人 他本来要行硕说啦 郭台铭又来了啦 大哥让我再做四年好不好 就又要行硕说 他这个被害者的角色 可是看起来没有嘛 因为你跟连胜文出来从中作梗嘛 连胜文就变成猪队友啦 发现说你见的不是郭台铭 然后你又好像感觉又说他说谎 所以造成了这个侯友宜 你要当受害者又感觉学不像 现在变成里外不是人 但是我还是觉得啦 侯友宜蛮可怜 为什么被骗大直男 两个人说好见面 这个不对外透露 结果没想到呢 两个才讲好 就这个侯友宜前交走 郭台铭马上打电话给赵春山说 我们两个在那边会面 叭啦叭啦叭啦讲什么 这个我就觉得很没意思啦 就是感觉郭台铭又开始 又行硕他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 总而言之啦 我认为说现在郭台铭看起来 是要以战逼合啦 他就是要拿着未来 在十月底之前 他拿着百万联署书啦 就是要看你们这个侯友宜 跟柯文哲看看谁买单 不然大家就弄到底 那大家就火车对撞 然后呢看看谁没胆的就先转翻 就这么简单 来郭联署参选 蓝绿兼臂青野 民进党怎么讲 不嘲讽不参与不涉入不评论 国民党呢 为非党籍参选人助选者 将启动党籍陈储规定 所以批郭团队零政治能力 吴子佳说地方派系挺假的啦 全都在骗郭啦 奇怪为什么要骗郭呢 有的人还真的退党耶 退党不会是挺假的吧 所以可能有一些挺假的 有一些是挺真的 郭台铭已经不是选项了吗 吴子佳报内幕说 柯文哲正争取和国民党合作 柯文哲要当富的吗 还是国民党要当富的 这个蛮有意思的 侯科能合吗 黄月虽说 郭反成为国民党和民众党 彼此谢哲的戴罪羔羊 郭台铭有那么笨吗 会不会最后来了一招 怎么样的正反合 然后就啪转过去呢 郭台铭一选就入 苏银亚腾的雷达区 乔 柯文哲 侯友宜是否会违法 中选会给答案 很简单啊 有没有对价关系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法律规定 不过美美 咱们就先说一下 整个包括兼臂清野 党纪会不会出来 然后呢 黄胜文到底在搞什么 怎么会变猪队友呢 会不会兼臂清野党纪会不会出来 说真的那就看党纪要到多阅明 比如说这样好了 郭台铭说要邀请大家喝咖啡 那我请问你 那如果其他小鸡们 可不可以跟郭台铭喝喝咖啡啊 那喝咖啡定义是什么 擦边求是的喝咖啡 同框喝咖啡算不算 你说侯友宜可以喝咖啡 其他小鸡也可以喝咖啡 因为对啊 因为你只说不能站台 不能合照 那我能不能一起喝咖啡 有道理哦 对啊 那我请问 如果大家都来喝咖啡式的同框呢 可不可以 因为侯友宜是总统候选人 他有没有比小鸡重要 有 有 重要的人都可以喝 那不重要当然可以喝 这个叫做举重明清 对没错 我们在法律上说 可以做的事情 就这样子讲 啊你鸡腿可以吃 所以荷包蛋也可以吃 对 啊所以啊 母鸡可以喝咖啡 小鸡当然更可以喝咖啡 举重明清 没有错 哦 好 鼓掌 果然是法律人 那第二个 就说刚刚讲这个 有没有松鸭腾 有人就开玩笑说 干脆现在叫做松鸭腾大联盟 像不像 像 你国外如果说要组成什么 联合政府要干嘛干嘛 对不起 都是选完以后再谈嘛 对不对 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得出来 就说大家那边算算去 磕喉喉 磕锅 磕什么磕锅 什么一大堆的 还是什么三个人 搁一招 你没有听到的是一个什么 共同路线啊 主张啊什么 没有 你听到就像大风吹 排排站 然后分位置 这样好吗 好看吗 你们到底所为何来 那就是为了不让民进党选上 就这样 然后呢 and then 你们要带给台湾人民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很多 全魔的 随着民调的起伏而来算计 那这里面就第一个 就有没有牵涉到 不管说刚刚牵涉到 有没有法律上面的问题 因为这里面收鸭鸭汤 包括什么 不振利益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两个头上 这样啦 我做一个 你做货的 你如果那个 那个来做行政院上 我问你 这算不算不振利益 算不算 选后对线算不算 如果有职位的话就算了 对不对 有职位 对 但是如果没有职位就不一样了 对 那我问你 如果选后过 我们选前大家都密而不宣啊 选后真的就是这样 那就是证据问题了 对啊 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里面就有一些 有没有触犯到这个底线的问题 第二个人民观感的问题 对 这个比较重要 对不对 这人民的观感会好吗 你们整天你撤来撤去 到底是什么 并什么这些造型 这些造型 看一时的民调吗 看哪些票比较多吗 就这样吗 那你们有共同的理念吗 有些搞不好理念都可能 都在互相有汉格之处的 那你告诉我 你们这个叫做天作之和 还叫做一时苟和呢 这第二点 那第三点我要来讲 坦白讲这里面我完全同意小 那个小玉讲的 我觉得柯文哲真是 影帝啊 老模生善啊 有够 有够那个 我请问大家 计程车司机那一场的主场 应该是谁的主场 郭台铭 应该是郭台铭吧 你这样看那舞台 主持人从头到尾是在帮郭台铭站下 后面的背板也都是台湾的阿民嘛 对不对 这个背板是临时生出来的吗 一定是前一天嘛 对不对 结果呢 明明应该是郭台铭的主场 但是柯文哲多厉害啊 他就可以塑造成 哦 他这个被 郭台铭去踩了他的主场 因为他的 他的发言人居然可以对外说 计程车 这个司机公会 自己下呢 这个台北市的 说九成以上都支持柯文哲 我听的是眼睛都快要斗在一起了 我坐进行车 我摸良心说 我还没听过哪个司机 称赞过柯文哲的 但是他们发言人这样讲 可以形塑的好像是 明明是柯文哲的主场 被郭台铭抢了 还要被郭台铭吃豆腐 郭台铭要去搭人家煎 还迫不及要跟人家喝咖啡 哎 柯文哲变成受虐儿 其实他赚了很多的同情票 所以我最后只劝告国民党一句 如果你们 因为听说柯文哲 不是吴子家讲吗 眼睛现在 有雷达扫到国民党这边去 如果要与虎谋皮 小心硬的金普冲所说的 不要整张都让人砍砍过去 所以玉兰姐 以战逼合 每个人都说这是郭台铭的策略 不过刚刚美美讲说 以战逼合到底是天作之而 还是一石狗合 那个也是合 然后再加上一个 很会演戏的演帝 柯文哲你看 他塑造成为 他被郭台铭欺负的 罚站半小时的那一个人 事实上那个大家 只要选举过的人都知道 那是假的 他不可能会去站半个小时 那是假的 对 那明明就是 很明显的苦肉计 你们刚才这两个真厉害 那是怎么跟他们拚了 所以我就说 那个侯友宜 你们大家都说 他政治直男 也不知道 这个软聚 这个诡谀多变 那说实在 我对于前天 我看到柯文哲在台下 苦后半个多小时 说实在 我也觉得 他的幕僚是在冲下 他的幕僚是在冲下 报买了为什么不胜 就是这样嘛 为什么会 两个主角在那强报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我就觉得 你这个幕僚 其实我们都知道 柯文哲本来 他从这个台北市长卸任之后 他就一心一意 就要选择总统 所以他幕僚应该是 都是他的人嘛 怎么连这个最起码的 柯文哲不要忘了 他是我们SOP之王 什么东西都有SOP 我就想问 这不知道有符合SOP吗 所以那天说实在 我觉得太离谱了 离谱的有点不合常命 李玉兰对不起 两个小故事 大家回忆 近日有一年 元旦升旗 柯文哲在冷风中 好可怜到40分钟一个人 后来被发现什么 他旁边站着 陈菊 尤其昆 牵的角度好像他一个人 然后他在那边说 我睡冷风没有关系 陈佩奇还说 前一晚他才吃一碗泡面 好可怜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真人真是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柯文哲当初怎么出来的 MQ149 对不对 好 他不是被调查局约谈吗 各位可能都不知道一件事 那时候民间团体是很多人 拱着他去 陪同他去 其中一个 一个要脚之一 他就说 他公开讲 他说 他们在外面等柯文哲 等了三四十分钟 他才出来 大家很讶异 你怎么会这么久 你知道 他说柯文哲跟他讲什么 你知道 我故意的 我在里面培养情绪 培养什么情绪 一出来看到镜头 眼泪就快掉下来 很委屈的样子 哇 这样有厉害吗 所以啊 重点 重点 重点是 你们堵了一个眼底 可以得奥斯卡金像账的 还堵了一个这样的 才有钱的 有钱人说话 大声 万事都要账 还要叫你们做父 这样要怎么 那有可怜 你要怎么给你们同学 赌三天 国民党是 堂堂一百二十七年的样样大党 你再怎么样 你也是创建亚洲第一个 民主共和国的政党 所以我常常在讲 本来 你说政党政治 我也去美国去 欧阳的政党政治 来到这里 看到 你们刚才你说 反正各种的欧良制度 什么河 什么河 或者是像妹妹说的 到底是天作之河 还是狗河 我觉得 有够拍一听 到底我们的理念 跟理想在哪里 我们最近这看起来 拍戏 戴戏脱棚 你说侯友宜 还愿意 这八月二十六号 还要再去 再去郭台铭那边 他就摆明了一副 只有他愿意 什么为了 这个 为了国家 为了这个人民 他愿意放下小我 什么要 好像 只有这个 侯友宜 为了自己的什么 所以他也愿意 侯友宜愿意忍辱负重 那刚好 这红门宴啦 红海的红门宴一样 所以就觉得 这是还没亦没输啦 我们到目前这样看起来 反正你跟郭台铭的 现在大家都说他 好像就是我们跟 就应该要要启动了嘛 就勾勾底的嘛 勾勾底的 他一定要煮米酸 勾勾底 勾勾底啦 所以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郭台铭 这一次的很多动作 其实让很多人心情大坏 为什么本来都还觉得 他也是台湾之光 从无到有 创建了一个企业王国 在我们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也去帮我们买了疫苗 结果后来说这疫苗不是他个人出资的 还有很多是用鸿海股东的鼓励股息这些 然后更厉害的是 天哪他居然我也有鸿海股票 居然 要把你送给中国 老娘超不爽的必须要讲 非常不爽 这个玉兰姐话都讲出来老娘超不爽 一封锅表差点跌停板 好来我们再来看 那接下来周刊商业周刊 商业周刊讲耐清德的政见 但是修理了耐清德 讲了郭台铭的政见也修理了郭台铭 讲了柯文哲的政见也修理了柯文哲 可是他故意不讲侯友宜的政见 都没有修理侯友宜 其实如果以真正来讲侯友宜是大赚 他不讲罵到 至于政见 郭台铭文哲你再讲一遍 大家看到这样就好了 久后哪里迟到出现了侯友宜竟然抓狂 这个侯伴抓狂把这个小编臭骂一顿 那他只好小编之后再讲 再把它贴上去 然后再也只好把你骂下去 所以商业暗讽侯友宜零政见 其实也没有骂侯友宜 侯伴震怒要求道歉 郭民党扬言要退订 商业回应了 粉砖贴文遭侯友宜抗议 小编发声扑发文的原因 什么原因 商业编辑部也表示 小编贴文已经内部讨论过 即代表商业的立场 讲得很清楚 而且他呢也解释说 商业花了九个月的时间调查 因此希望每位参选人都提出主张 最重要是小编没有被fired 好 我们再看 侯伴痛批护短 自毁信誉与公信力 侯友宜 候选人是有政见的 不是没有 可是人家也没有骂你啊 事实上照理讲 他如果不要发这么大脾气 其实他是赚到 我们再看看 绿党团说大市长欺负小编 国民党喊退订 新北市府说 不会下令退订维持中立 不过有一个人啊 马上讲 你退订 通通送到我这里了 那个人叫做庄烈雄 庄烈雄 哇 你看他动作清晰而已 没有啦 我不是说通通送到我这里 我说数量如果不多的话 送到我办公室 你刚才在说 你说 康文座烈雄 你说郭台銘雄 但是你如果去看虎友鱼 你会觉得说 季酒虎友鱼 你跟人家都配搭两个人 你会让你撒在云白鱼 你如果注意看这张 庄庄其实这是在说什么 对着镜头 庄庄庄是就每一个好酸林 科技政策撒出来说 他这一篇其实在讲什么呢 在讲说被掠夺的一个岛屿 说三凸了 然后和红了 每一个总统候选人都提出他的政见 赖清德他把他放这张 你看看他把他放这张 他是说 台湾台积电 他要对台湾的性戀 赖清德如果当总统 会继续来发展台湾的一个经济 他当然就讽刺他 因为赖清德是说 政府会稳健的提供水电土地和人力 然后呢 他把他放这张 用来你说的时候在给他教你 你知道吗 你随便看 赖清德里边就把他放这张 他就把他用来看山 凸落 所以 是在鱼仔清德 不然把赖清德修理 也修理了 就是说你总统候选人 你们不要只强调经济发展 再来你看 他在讲到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现在是在说 没有人口红利 在说人工智慧 AI 要做科技党的 柯文哲他把他放什么你知道吗 柯文哲他就把他放这张 他也在修理柯文哲 想你说你看这个铁 后面那条铁是怎么知道 那都有泡泡 红红有泡泡 所以他也在修理柯文哲 结果呢 他在说到郭台铭 郭台铭这家伙伴 他没有说在关渡平原 郭台铭就这张 关渡平原 你看他要说科技骨 你看看 其实他对郭台铭也不好 郭台铭的时候 他说你后面一匹都做工厅 对上相好 其实是对虎有鱼最好 我只放这张而已 点点点 人家说 没有那个金元山 手机盒 你虎有鱼到底是什么 点点点 没有给你担拌骨 其实上周这一期就是在鼓励这一些总统的候选人 你不要只担经济 不要只追求GDP 刷 大自然 大家都要来照顾 其实他是正面在讲 我都觉得这个小编非常厉害 结果 虎有鱼的政办杀出来 去跟他担 你要道歉 郭民党的董团 我不知道有看到这批 都退订 郭民党就出来说退订 我没有说你一本给我 我虽然我有一本 你又一本给我 所以我会觉得 他这个就乱演了 所以这场总统选举里面 如果说柯文哲或者侯有鱼是很会演 你说他们很厉害也好 这些没人也赢了你侯有鱼 你都没有证件 人们又没有给你担 他说点点点 骗我 他们的政策中部我就建议 我来一定给你打个担担 他说 就是因为我的证件太多了 放不下 什么不是 一个大市场 一个大市场出来打一个小编 要给他发 什么人没说 说真的在我看来很公正 所以我觉得那些伙伴 你自己欲白 你自己要减肚 有在桑州工作过经验的 那个人叫做陈东豪 在我们现场 李东豪 怎么来看 桑州是很机车的地方 机车的地方 非常机车 真的啊 全马 我讲一下 一种马 正一种马 只要不马的侯有鱼 叫侯有鱼还不爽 这很奇怪 也不能说没有 因为侯有鱼 那样也很爽 只是大家伤的不一样 因为 我先讲一下 桑州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 桑州 桑州是一个比较保守 因为他在卖的商品叫成功 卖成功 桑州很少碰政治 他大部分讲的是 你怎么成功 你可以怎么样 功成名就 可以怎么样名利双收 你可以怎么样有美满的人生 然后等到你成功了以后 你要怎么有品味的生活 这是桑州的定位 我去桑州的时候就很不习惯 因为我跑司法的 我写过一次稿子 写政商界的大咖被炸弃 2005年的时候 还是06年的时候写的 还是07 忘记了 那个 我那天稿子出去 六个礼拜以后才刊登出来 生我稿子的人是律师 律师根据我的稿子 他认为法律上有问题的 要我一一答复 然后他不是用口头录音 全部全程跟你用email 我也必须要用email回他 所以他保留证据 对 律师看完了 我修改再回去 律师有一件再回来 我再改 这个程序走完之后 才到采访主任 才到总编辑 稿子才交出去嘛 后来有灯啊 我讲这一段就是说 他真的很机车 很古猛的 这个律师也很机车 这里面有两个律师都 但是我们两个不怎么机车 我上周堵到的 你知道律师在问我的问题 很麻烦你知道吗 这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他要确认你的消息来源 你再回来看 上周这次做这个事情 其实本来事情没那么复杂 对好友也有内伤 前面那三个都叫外伤 因为你已经提出来了嘛 你讲台积电嘛 台积电在我们宝山啊 宝山为了那个二奈米 它那个山头一定会要产平嘛 因为它要盖工厂嘛 面积要很大嘛 对啊 盖工厂嘛 会有千春嘛 你现在就是等它做完了以后 你再看它的水乳保持做得怎么样嘛 只能这样子 只能这样子 我听到的是导山的民众 很多倒是蛮高兴的 对 因为周边 周边会有房地产的好处啦 我讲白话文就这个样子嘛 可是你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当有 柯文哲那个讲AI 他那张照片里面 那个红色的水 红色的水就告诉你寒桶 那个是老街西啦 老街西的上面 全部是跟AI产业有关的 就是你在讲AI的时候 你看台湾要发的AI 因为前一阵子的AI股很红 柯文哲你也跟着讲 你有沒有想到说 那个废水排放 环境污染的问题 就你只讲A没有讲B 他其实在讲 讲耐心的事 你讲A的时候 你B要怎么办 讲郭台铭的时候 你要把关度平原变成 变成那个矽谷 关度平原的环境适合吗 关度平原是台北市的肺 因为它包括这些氧气 各方面是在那边制造的 它是台北市的肺 所以它限界对 就是说你只讲A不讲B 因为A跟B之间可能是冲突的 问题侯友宜 侯友宜没有 侯友宜没有提出来 刚才还查了一下 侯友宜的科技政策还没拿出来 真正的科技政策 不是讲绿能 不是讲能源 科技政策跟能源 是两码折的事 侯友宜最错的一点 他昨天有一个行程被堵麦了 曾明中讲退订 曾明中跟商周很熟 熟得不得了 我不客气的在那边讲这件事情 曾明中在当财政部 政务次长的时候 在外面是怎么拜托人家的 干嘛 瞧关骨 帮关骨护航 可以这样子吗 财政部政务次长 可以去拜托人家吗 就为了一个金控的习次 你这个是爆料 我没有爆料 我讲第二次 我更早以前也讲过一次 但曾明中不理我 因为他知道我讲的是谁 他知道我讲的是谁 在当金管会主委的时候 曾明中每天放一个利多啊 我要不要质疑金管会主委 每天炒作啊 故意啊 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去讲你这个事情嘛 好 曾明中你跟商周讲退订 你不认识商业周刊 商业周刊是绿色的吗 商业周刊基本上怎么会是绿色 不可能啊 我讲一句白话文 你就把商周创刊引人到现在的东西 你去看一下 他骂民进党比骂民进党多 多很多 不是多而已 商业周绝对不会是绿色的 绝对不会是绿色的 好 那你侯友宜面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第一个时间 你怎么会跟你的办公室一样跳下来 要商业道歉的 不能接受啊 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 侯友宜你代表谁啊 你是总统候选人 你跟一个FB的小编 你跟一个商业周刊计较这个 小气 我再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侯友宜就不是第一次 他对媒体从来都是看上不看下 新闻界跟侯友宜交过手的人 很多线上记者 为什么对侯友宜有意见 因为侯友宜都是找上面的人啊 找上面的压下面的 以前在当警察的时候的坏习惯 现在怎么会 你要选总统人怎么会 对一个小编要发脾气 就算这个小编真的真的写错了 六十几岁的人要做总统的人 跟一个小孩子讲 道歉 怎么当总统 你应该回过来看一下 我的科技政策是不是人家不知道 你第一时间一定要想 我的科技政策是不是人家不知道 人家还不了解 所以没找到 赶快派人去沟通 因为桑州看的人 比较容易 我是不愿意用这样 把桑州说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我觉得桑州因为 这是我主观 我觉得经济人之世人的人 蛮容易看桑州的 他其实是你侯友宜潜在 要争取的对象 结果整个竞选总部 我也不知道金老师这次 有没有在管这个事情 这个危机处理是标准的错误 你把一个本来还算不是很大的事情 搞成大事 我再耽误一点事情 没有 你科技政策让人家看不到 或者你还没提出来 如果在衔接前两天 在他广播里面播那个 郭正亮跟王潜秋的那个对话 你上游台 现在不能讲游台 网路 中天的专访 派保镖 一个叫柯智恩 一个叫谢荣介 当提问人 王潜秋直接问郭正亮 广告时间问 问郭正亮说 亮哥你怎么会去 郭正亮就直接回答说 他心里惊惊 他是用国语吧 他说怕怕的 你要选总统人 会怕什么 有什么好怕怕的 你把那件事情 再加上周这件事情 这两个都是在讲政策 都是在讲政策 会有人要记住 你的年轻选票 是什么摔掉的 政大 这两次 这两次又是政策 选总统人 你不需要是万事通 你也不可能是万事通 可是你不能 膝盖式反应 你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怕怕的 这个很伤 所以建议 从这些事情来看 我们从猴 郭要整合 还有连胜文 什么去跟郭台铭见面 结果是假的 然后说可能是跟郭守正 那个名誉说 也没见面 只是传传简讯 从这些事情来看起来 这个侯友宜伤到是真的内伤吗 我应该是讲 妈也想起 没妈也想起 这个小编真的很难为 再加上刚才东豪哥讲的 周刊摆明了 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认知 他比较清澈 他骂民族的政策 骂民族的政策比较多 对对对 如果这样 你身为一个总统 一个泱泱百年大党 一个总统候选人 你跳出来在骂这个小编 我是感觉这个格调真的太低了 你知道我用过刚才讲的 其实某部分 在计程车那一天 我补充一下 计程车那一天 很多网路的朋友 有讲说 恐怖情人在求婚 那恐怖情人 被求婚的对象 转头就走 大家本来想说 那一天会不会有 夫妻共同美桌敬酒 结果不成 所以变成说 看起来郭台铭的一个 商业并贡模式 在这个政治上面 好像是不可行 因为他的情人不理他 所以今年度最佳的演员奖 有两位 一个叫郭台铭 一个叫做柯文哲 看起来这个奖项要颁给他 但是以照国民党 跟所谓的非力大联盟 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说 下架民进党在野大联盟 这个名词 灌着那边 然后呢 在那里缩银 政治分赞 柯文哲不是讲说 他最讨厌政治分赞吗 政治是不能分赞的 可是看起来柯文哲 现在还想要跟国民党说 又好像他的恐怖情人 在压着他 那未来是不是有分赞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感觉就是说 柯文哲 你不要嘴里讲一套 手里做一套 整个看起来 加上连胜文这一次 是在在那里 诶 租队友 这个租队友 你没台没日子 再去跟郭台铭见面 然后事后我愿意承担 误解上的一个责任 丁丁的 我是觉得国民党在这一局里面 我不知道郭台铭到最后面 选或不选 外面有人在开拌 诶 咱来插看郭台铭 你有听到 有喔 外面有人在说 诶 郭台铭 我不敢插 我愿不 郭台铭要算我算 你不可以插 你在我委员 你怎么可以插 对对对 警政舒敞 方明早 今天有人说 你要轻 刑事警察局要动作 真的 方明早你不卡 碧兰姐也在这里 诶 赌盘是违法的 诶 赌盘是违法的 但是我的外面有人在说 诶 郭台铭也算不算 一比一我们来说 他现在是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感觉郭台铭 你选或不选 我不知道 但看起来整个游戏规则 到最后郭台铭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他不会选 他在参加 也看起来 国民党跟民众 在这边缘化他 我是感觉 泱泱大党的国民党 加上民众党 其实要完就正当一点 不要在那里 算那五四三 我们看到了 其实 索英亚党是违法的 不过法律 还是有他的要件 合乎要件 才会进入这个深水区 那这个要件 现在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在观察中 不过 现在 哎呀 又有新的民调出来的 这个民调蛮有意思的 那这个民调 显现出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呢 看看相关报道 对县市竞选总部三长授政会议民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亲自将任职证书交付到陈时中手中 各地竞总人士已经就位 过去啊 过去啊 通常都是两党 主要的两党对决 但这一次情势非常复杂 但是呢身为执政党 遭受到的攻击 面向必然会更多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可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面对2024多组参选人 三角株 赖清德不敢调以轻心 破除躺着选传文 双北竞选总部主委 分别是小英职友会荣誉总会长 陈时中和政国会立委余天 桃源市国策顾问范振秀 台中则是立委蔡其昌 台南高雄分别是台南市长 欢慰哲和高雄市长陈其迈担任 陈时中更象征 英赖合作的指标之一 小英人马进驻赖清德团队 这个是过度的解读 任何的人马只要是为本土政权 能够延续执政 然后把我们对台湾人民的 这个未来的愿景国家 能够引领成为一个进步繁荣的愿景 才是我们大家所期待 我们今天来的大概就是 应该是选举就要开始了 就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全体大团结 我们希望总统 副总统能够胜选 耐心的九月也将陆续端出 国家希望功成证件 预计九月六号将启动 首场国政记者会 逐步公布所有的国政蓝图 按部就班持续冲刺 保持引擎优势 来 看个相关报道来 美丽岛电子报第三十波民调 耐心得仍然是 一支独秀三十六 赢柯文哲的十九点一 贏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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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十七%呢 然后赢侯友宜贏十八%呢 郭台铭好惨 增加九点七 会不会是因为 这个柯文哲苦肉计成功 所以他民调往上升了一点点 他的苦肉计 罚站半小时成功了 郭台铭以为他成功 结果事实上 他是受伤的 所以他的民调往下降 所以我们看看趋势是这样子 那当然 因为有人上 一定会有人下 所以 耐心得有一点点下来 不过还是赢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gap这么大 然后呢 大家看看 十九十八差不多 郭台铭下来了 因为他上当了 人家苦肉计成功了 所以怎么来看那名誉 我必须讲啊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 这个绿营看起来是整个整合 所以赖清泽是三十六 独占猴头 我前几天不在这节目讲说 现在有个最新的男团 叫做三一八吗 三一八就三个人都十八吗 你看柯文哲十九 对啊 他们现在 柯郭猴最新的三人男团 叫做三一八 三个人都只有十八八 那你现在最新的名票的话 你看柯文哲十九八 侯友宜十八八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 只有郭台铭要加油啦 郭台铭只有九点七八 人家只少一啊 少一 所以他再加油一点 就会变三一八男团 但无论如何 这个就是大家不乐见的嘛 到最后你就是保送赖清德啦 可是我必须讲 赖清德他有没有躺着选 看起来没有 因为他今天不是有传出说 公布一个最新的 这个六都总干事的名单吗 那北部是台北市陈时中 那这个新北市余天大哥 桃园是范正修 然后台中是蔡其昌 南部是黄伟哲 高雄是陈其迈 要来帮他操盘 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我就问国民党的朋友 我就说 人家赖清德 已经要领先那么多 人家这个六都的 竞选总干事都出来了 你们侯友宜有没有 结果他就抓抓投降一想 没有耶 都没有耶 对我就觉得奇怪 就说 这个你们国民党还 菲律联盟还陷入在整合当中 赖清德都已经 人家六都总干事都起跑了 甚至上次我还跟这个 庄瑞雄委员谈过 就是说 那个赖清德这边 包括他国外的 这个什么信赖支友会 都已经 人家都已经基本上 很快用力都在跑了 前几天我们的好朋友 李正浩 卓冠亭 都还去越南 什么新加坡 就是帮那个信赖支友会 都去做主持的工作 就这才是正规候选人的打法嘛 对不对 你除了这个 现在看起来 要巩固自己的基本盘之外 你开始要向外拓票员 那我不太懂耶 为什么侯友宜 这可能要起到越南姐 为什么侯友宜到现在 他的六都竞选团队都还没有 他又在打游击战 还在吃他的便当会 你还在做整合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 人家都已经跑到前面 不知道跑到哪里了 那你现在 连那个六都竞选总干事都没有 那甚至连今天金小刀 都还被人家传出说 什么跟朱利伦不合 还要那个眷情 还要辞职 如果你到现在 都还在搞这个内斗 还要安抚人心的话 那我觉得这场选战 你根本就是 不是说败给对手太强 是你自己连脚步都还没站稳 所以看到了这个民调 那头有够多 那当然名誉说了318 所以我看到这个民调 真的差很多 不过 我们看到了 耐清德有微微的往下 他当然整个趋势还是往上 但是他这一波 他微微往下 这个微微往下 会不会说 人家说你倒在算就掉 所以呢 整个他的支持者太骄傲 所以往下 会不会这样子 不知道 不过 耐清德22县市 竞总组委都就位了 陈时中 余天 浮选双北 找陈时中任台北市竞总组委 是不是代表应赖合作 帮帮帮帮说 不要过度解读 不过 这不管怎么样 看到团结的民进党都已经 整队出发 然后再看看 立委辅选工作 双轨并进 连立委跟总统都双轨并进 蔡英文秀景 先为英系子弟兵站台 已经在动了 大家看到 那郭台铭参选保证耐清德当选吗 柯文哲坦言自身民调与郭重复性很高 耐清德不会躺着选啦 绿营说 国会过半是更艰难的挑战 所以人家看到民进党是整个 不管是总统 他的连立委 他们都已经开始在算到这一部分了 首度回应躺着选 耐清德笑着说 没有啦 哪有躺着选 很严谨的啦 帮帮帮帮帮耐清德 从早到晚行程满满啦 没有躺着选啦 所以没有啦 到底是没有啦 虽然 昨天拜扇 我们在开中常会 到买山的时候 我想很奇怪 那时候 那边都没听 拍手机 说我星期六的行程 第一位在那里 第二位在那里 第三位都趁到九位 一天九位 大大的地方 很大的大店 哦 这算很厨走 很打招走 他就说 我四个在总 到处跑 哪有躺着选这回事 但接下來就要講說 我總統候選人行程是這樣跑 所有的區域的立法委員要跑的人 各位同志 大家要一起拼戰 他好像在賴清德躺著選 沒有這回事 這一次民進黨到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的整個組織見不見全的各選制 當然很健全 國民黨也看到 可是大家會問 為什麼國民黨到現在還沒有出來 就簡單 各懷鬼胎 為什麼侯友宜也好 國民黨也好 或者柯文哲也好 大家最近尤其到昨天 一直在開始在打郭台銘 玉蘭姐 我看你們的方向 方向都不太跟以前不太一樣 我也替郭台銘 我覺得替他覺得很可笑 郭台銘以前是國民黨最敗的時候 沒有錢 給他們老母子祝你們錢 郭台銘一樓給你們收聽 結果你們現在不是 你們不要說 你們趁人家升量 祭出黨祭 意思就是說沒有了 沒有你郭台銘 但重點是說 既然沒有郭台銘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也是唯一了 那為什麼現在組織架構還沒出來 國民黨是台銘政府你們都做多少官司呢 他不是沒有能力啦 這一場選舉侯友宜你說到底會不會選到底 或者說還會跟在野陣營 我們大家藍白之間會去合作 還在談啦 還有可能談啦 如果說都不用說 中國國民黨就是胡友宜總統這張拼到底 這樣很簡單啦 你為台北新北特長 你主任委員總幹事 大家好出來啊 現在還在笑啦 他也是說看能夠合作賣啦 他現在也很煩惱耶 煩惱說 桃園台中誰是主任委員 誰是總幹事 胡友宜政宣總統 還要南西咧 還要南西咧 所以你說金埔中現在稍微不爽 就是為什麼這樣來 他就因為胡友宜在選到底啊 主理運的時候就是說 金埔中藍白要綜合 那綜合都你說的喔 綜合你都說郭台銘民調嫁不能作賣 為什麼你胡友宜 你民調變得比較嫁順 你就要做賣 但是啊 好事要在後頭啦 到13號嘛 總統跟副總統要連署的人 總統跟副總統你就要出來啊 所以到時 當然9月13號到9月17號 想要人啦 像這兩禮拜啦 郭台銘之亂 如果你認為他是亂的話 他到最後 總統副總統連署人 如果他們交出來 他沒有去交的話 除非你國民黨認為說 我們就是要扭他啊 不然郭台銘你也不用太打 最厲害也亂到九月十千而已啦 雖雄啊 意思是說你們應該要打 柯文哲才對 你看看 我照我的自己的步調啊 那侯友宜也算比較低啦 放心啦 不過柯文哲跟侯友宜 其實差一點點 所以照說這個打下來 你就第二名了 所以這個是蠻有趣的 不過郭台銘參選 保證耐性得當選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南京都說 我沒有躺著選 我們行程滿滿 所以從這裡來講 國民黨其實你們很簡單的 你們有十四個縣市 是你們的縣市首長 叫他們大家做主委就好 不簡單 再加上苗栗 也是偏國民黨的 叫他當主委就好了 你們怎麼找不到主委 到現在還不趕快公布呢 我不知道這大人啊 這可能賜太高了 玉蘭姐那你的同學 那你的同學 不是啦 因為這個部分 就是你中央黨部的運作 這部分 那個我相信侯友宜是 還沒有什麼發言權的 到目前恐怕還是沒有什麼發言權 不可以啦 他是總統合選 你怎麼可以沒有發言權 那個侯友宜他現在 當然他就是主帥 但他你看他 剛才我們水龍 我們雄哥在說 說這個賴神 一掀出來是九個活動 你們說鐵人行程 我有一邊去對侯友宜的行程 那天十二個 我後來病了三個禮拜 一樣都很辛苦 十二個喔 十二個很多耶 十二個啊就是這樣子 你第一次招不住 我後來就 這是狂咳了三個禮拜 所以他們都很了不起啦 那侯友宜他是現在還是 大家說他不足的地方 我覺得我自己看侯友宜是 你們說他口才不好 他也承認嘛 然後他這個說他 要不要去跟 跟我們一個地方 各個地方派系 你也要去跟別人玩 他也都去做 反正沒錯啦 我們現在最大的悲哀 我在這裡也說很多 就是你們早就已經團結了 你們就已經團結的民進黨 初選之後團結的民進黨 我們分裂的非綠 就非綠的陣營是分裂的 所以現在 抱歉 你們現在歸兔賽跑 你們先走一步 可是我們隨後就到 放心 我們隨後就到 用了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很重要 要多分享 來拜託 這我一定要 剛才那個玉蘭姐 所講的以後 我發覺 他有點在 給觀眾洗腦說民進黨 現在團結很好算 來這個 賴清德絕對沒有躺著選 我要講清楚 賴清德絕對沒有躺著選 對方三個都差不多十幾% 到頭的中間要到五十%四十幾% 所以呢 藍營現在在炒作 炒作讓民進黨分裂 就是說 炒作賴清德一定會當選 讓我們投票率低 欸 我給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這個問題會影響到 不分區的投票 會影響國會會不會過半 所以我要講清楚 絕對沒有網路上所說 藍營他們在操作的 賴清德堂著選 絕對沒有 賴清德每天早上 沒贏到黑暗 他是副總統的身份 他自己本身也是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玉蘭姐 你說你們沒有團結 這個我沒清楚 是真的是假的我沒清楚 但是我們民主進步黨 我們現在的副總統 也是我們民進黨代表的好選人 絕對絕對沒有躺著選 欸 建議 我沒說你們躺著選 我說你們是團結的民進黨 沒有 這都你們躺的 你是沒有團結嗎 這都藍軍的那個 都是你們在放的 你們團結 我起來很配合 非常佩服 大家都在拍拍手 讚讚讚讚 你有要操作內心得嗎 內心得沒欺負我這票 他絕對操作好友 那還要說 那還要十年的同學 這個玉蘭姐的態度很明顯 很早以前我就這樣說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建議講得滿有趣的 所以其實講個實在話 說他躺著選的 到現在為止 的確是國民黨講的比較多 包括 民眾黨 朱立倫說不要讓他躺著選 那柯文哲也說 噢這樣他躺著選啊 所以換句話講躺著選 的確是非力聯盟 放的消息 這也是事實啦 所以 建議你剛才說 朱立倫說 到底是有沒有很認真的 不能躺著選就要認真啊 這個 這個的版本也是網路上 那其實我們要希望大家多多分享 因為 好像說在野大聯盟一直講說 民進黨 郭台銘揣一選 從郭台銘宣佈參選一天就說 民進黨賴清德 都會選民進黨賴清德 其實這種東西到最後面 會不會有氣保效應 如果這裡是三卡都有沒有氣保 如果到最後面整合存兩卡都 這個東西也 這不是氣保的問題 這是民進黨如果面對的是一個 整合完畢的一個在野大聯盟 其實我們也沒好選耶 所以在這個部分 外交的那個高度熱度 已經慢慢的回復了 賴清德民調也是起起伏伏 一定要到了天花板四十幾% 以下又現在三十幾% 其實不管什麼民調來說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我們民主進步黨 我們奔透台灣派的支持者 真的賴清德沒有躺著選 所以人家常說運啦 運啦 運怎麼走路的信不信 運喔 運比較適合財政運 所以我們要講說運的財政運的比較好吃 所以就有這一些話就 台灣的俗語就全部都出來了 不過在台灣的選舉 我們的總統選舉 立委選舉 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中共是一直在介入我們的大選 所以連郭台銘出來選 干你中國什麼事 中國也出來罵一罵郭台銘 這個我就替郭台銘打抱不平了 郭台銘是我們台灣的人民 他只要合乎一定的條件滿四十歲 他當然可以選嘛 為什麼不能選 中國在講什麼話 你憑什麼罵郭台銘呢 這個我替郭台銘打抱不平 所以我們講台灣人的選舉是我們的權利 你們中國人沒有權利是你們的事 不要隨便批評郭台銘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應該有的一個態度 不過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包括美國對台灣 有軍事的融資都出來的 我們在看到英國對台灣 英國的國會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也發出了正式的聲明 這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93軍人節將近 總統蔡英文親自來到國防部 表揚國軍各單位的楷模 更對軍人保駕衛國的付出 表達感謝 如果有敵機侵擾空域 逼近我領空 我們的空軍 就是在第一個時間升空驅離 蔡英文特別點名空軍的侵擾 因為近期中國軍機 不斷加強侵擾海峽中線 國軍更罕見公布 我國幻象2000戰機 在台海上空近距離監控 減放軍機的照片 穩定民心 就在中國頻頻擾台之際 美國更宣布將首都對台 提供外國軍事融資 根據美聯社報導 拜登政府已經通知國會 將以外國軍事融資管道 提供台灣8000萬美元 約25億台幣的軍備 雖然沒有詳細內容 但極有可能是飛彈防禦系統 以及後勤訓練等 而這也是繼7月底 拜登首度動用總統撥款權 援助台灣3億美元後 美國第二度對台特殊軍援 對於美方依據台灣關係法 以及六項保證提供的協助 我相信對於整個區域的穩定 跟安全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麼國防部也表達感謝 我想這象徵意義非常重大 因為他是台美專家之後 首次就是動用這種類似軍援的方法 提供台灣快速的強化國防的能力 非常低的一個利息 等於是無償的一個軍援 這可能是用來強化台灣的 這個海空的這個監視能力 專家強調此次軍事融資 對台意義非凡 也顯示台美的軍事關係 越來越緊密 我們來看看這幾個重大的新聞 這些標題值得大家注意 美國證實首度對台灣外國軍事融資 第一次提供 這是第一批 後面還有提供25.4億的軍備 美國首度對台提供外國軍事融資的時候 大家注意 這個外國軍事融資對象通常適用在主權國家 所以只有主權國家在美國的經驗裡面 才有這個外國軍事融資 美國首次對台的軍事融資 8000萬美金 國防部敬表感謝不評論細節 國防部最新中共軍力報告出爐 習近平任內可能推動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 所以美國在這一部分 對台灣自己的戰備能力 防禦能力一直在加強中 我們再看看 英國國會證明台灣是獨立的國家 在英國的外向出訪中國之際 在同時他們的國會證明說台灣是獨立的國家 這是英國國會報告首度做出這樣的聲明 外交大臣必須堅定的公開的支持台灣 並明確表示我們將維護台灣的自決權 好 很清楚 再來英國外委會報告挑戰對台政策的限制 官方回應值得關注 力推參與聯合國的四大訴求 外交部說2758號決議長期遭到錯誤的解釋 所以美美怎麼來看這麼重大的國際新聞 尤其在英國外向出訪中國這個時候 他們的國會來這一個 所以這個國會對他們的行政機關 有一些決議等等相關的推動 是對行政機關是有居數力的 對 所以我們看不管說是美國的動用 這個撥款權 或者說之前總統撥款權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外國軍事融資 乃至於英國 這長期起來其實非常會玩 國際政治平衡手段的國家 老牌的民主國家 他的國會這麼樣子的認為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就在外向要出訪中國之際 還特別有這樣子的宣誓決議出來 我覺得這都是意義重大 這表示什麼 表示世界其實態勢是非常分明的 以美國為首的 美日 南韓 台灣等等的這些東亞的國家 乃至於歐洲的國家等等的 民主自由國家 大家是站在同一線的 而另外就是中國 俄羅斯 北韓 這些國家抱團取暖 你可以跟他說是新邪惡軸心 世界的態速 新的格局 坦白說它就是一個新冷戰的味道 非常的非常的明確 那台灣無意的是在這一條對抗線上 我們是在前沿 而且是重中之重的位置 今天尤其美國這個撥款 真的是意義重大 FMF這個外國軍事融資法案 基本上就是像用狗所說的 它除了是非洲聯盟以外 它其實全部的對象都是主權獨立國家 所以從象徵意義來講 表彰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獨立國家的地位 意涵就是非常的清楚 第二呢 非常重要就是說 我認為這裡面可能有幾個用意 一個用意就是說 大家也知道台灣其實 我們國防預算增加 很多的武器還沒有到位 為什麼 因為俄烏戰爭 可能武器這個影響到 所以排擠到 那現在呢 這個撥款呢 它這個法案通過以後呢 至少可以把現有的庫存的 一些非常好的 然後緊急就先調給台灣來使用 那以彌補 這個萬一這個武器空窗不足的時候 怎麼辦 因為台灣畢竟是一個海島的國家 萬一真的 中國要無力犯台 我們要充足的軍備 這是非常重要 那怎麼樣這個充足的軍備 你必須要及時供應 而且最好是有能夠發揮 威責的效果 而這個法案呢 表示出美國對我們高度的重視 國會是高度的這個肯認台灣 那因此也會發揮一種威責的作用 那第三呢 還可以看得到 它這裡面播的這武器 還有可能是一種什麼呢 有一種可能是加強在海面上的 甚至地下的防潛 海上監控的能量 那特別是大家要注意看哦 最近啊 美國菲律賓這邊還有一些軍事的演習 還有呢 菲律賓很靠近台灣的巴丹島附近 一個島呢 可能美國要做軍事基地 各位你知道才離多遠嗎 200公里 200公里非常的近 這可以作為將來 台灣 美國幫忙台灣 協防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後勤補基地 那麼這一切的所作所為 聯合的包括英國 包括這個第一島鏈 包括美日韓 前不久在大魏營的這個協議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拜登總統建構的這個 全世界面對中國擴張的唯獨網呢 是越來越建構的綿密 那最重要一點是 他們知道 其實中國要拿下台灣 台灣是勢在必行的在習近平的野心裡頭 因為第一完成他所謂呢 第一讓他的無限期的連任有個正當性 第二中國內部有非常多緊張的態勢 那有時候製造點外部衝突 或者說對台保持高壓 會穩定他內部的政權 第三只有拿下台灣 他才能夠比如說他為什麼要一帶一路 為什麼要向南海擴張 這一切他要有共產主義稱霸世界 與美國比肩 甚至有一天超越美國的野心 而台灣是第一張骨牌 所以台灣有事 不是只有日本有事 美國有事 而是全世界有事 這一切作為 大家看得出來是 民主國家站在一起 以美國帶頭 一起來協防台灣 我們台灣更要自立自強 更要團結 所以讓大家看到說 英國的國會證明台灣是獨立國家 這個時間點就在英國的外相 出訪中國的時候 所以我再一次的把這個標題 讓大家了解 美國證實首度對台外國軍事融資 而且對象通常是適用主權國家 這叫加強台灣防衛的能力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 國民黨 通通跑去訪問中國 通通 通通指的是這幾個 很重要的 都是重要的人士 蔣萬安重不重要 雙層論壇支持 議員說你對中國的文攻符合 你也要說一下 結果你都晉升 好 然後呢 簡書北風蔣萬安 忘了自己來自中華民國 因為他在上海 只有稱台北市長 蔣萬安 純粹市政交流 一開始就沒有這種規劃 因為他說他不會去見宋濤 可是會不會見呢 會不會見呢 大家都在問的時候 還有一個人去見的宋濤了 副中會宋濤誰 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言 還在九二共識 還在反台獨的基礎上說要溝通交流 宋濤暗諷郭台銘 背意忘信 侯友宜說不予評論 可是這個時候宋濤也跟著 來修理郭台銘 所以這個滿有意思的 所以東豪 在這個節骨眼上 美國在支持台灣 英國也在支持台灣 全世界都在支持台灣的時候 國民黨走去中國跟他 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我不知道 第一個我的解讀很簡單 蔣萬安蔣市長是八年以後 國民黨的少主 他就是國民黨的未來 八年以後的總統大選裡面 如果沒有意外 你看得到蔣萬安 因為長得比較相對年輕 帥 要符合台北市的那種都會性格 因為姓蔣 因為現在是台北市市長 所以双子瑞傳本來就不可能缺席 因為双子瑞傳是他重新跟北京 透過上海的双子瑞傳 重新跟北京建立一個 正式溝通往來的管道 可是他不是說中共只有 飛機都繞來繞去 他就不去嗎 結果現在他去了還繼續繞啊 那個你不能太認真好不好 他的承諾不用認真 這個不然你不用太認真啊 這個從來不會 原來蔣家的承諾不必認真喔 所有要雙城論壇的人 這種事情你都不要太認真了 雙城論壇發生過這幾年的過程 包括科幣他們 難道沒有共機嗎 沒有軍艦嗎 你哪一次你要認真地要求他們兌現 這是政治人物對自己的自我要求的問題 只要是主張雙城論壇的 主張九二共識的 在這件事實上做不到 做不到 國民黨今年的狀況 就是告訴你 八年以後就是看蔣萬安的 當然中間還會有一個2028的總統大選 所以蔣萬安對北京來講 用雙齒論壇在上海做一個高規格的接待 是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他又姓蔣 蔣萬安的第四代 那 那去跟宋濤 當然會就赴美這件事情 大家都會私底下講 對國民黨來講 你看長期以來國民黨為什麼會容易戴紅帽子 就是國民黨的主張裡面 他會 他一直都有一個統 統一的問題在裡面 國民黨可以講說他主張維持現狀 可是你在九二共識在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也是一中架構的一種 在這種架構之下 他就是一中就是同 這是國民黨為什麼 連續這幾次總統大選裡面 為什麼國民黨那個紅帽子會拿不掉的關鍵 我要用一個反正例子 講為什麼國民黨會贏 2008年的總統大選 民進黨一定輸 不用投票 所有人都知道 只是不曉得會輸成什麼樣子 那時候的馬英九已經不是台北市市長 所以我說蔣萬安會走馬英九模式 那麼大家都一遍看好的馬英九 在英國演講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講他的新三部 第一件事情講不統一 他如果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他不會追求統一 第二個才講不賭 他不會追求獨立 第三個不武 要避免武力衝突 馬英九當年贏700多萬票 曾經寫下歷史紀錄 那麼強勢 民進黨最倒楣的時候 2007年的民進黨最衰落 馬英九為什麼要先講不通 國民黨 國民黨完全忘記了 國民黨在解釋九二公事的過程當中 你怎麼確除人家對你統一的疑慮 那個統一疑慮不是你說 我也是我也是現狀 我就真的是我也是現狀 政治從來不這樣 老百姓的眼睛在看從來不是這樣子 就是為什麼蔡英文 為什麼民進黨能夠連續贏兩次 國民黨也打過民進黨的台獨疑慮 為什麼沒有用 所以你的言行之間的信賴感 完全看不到 蔣萬安這一次 他的第一次的雙城任壇 我們絕對有機會看到八年以後的蔣萬安 所以看到了其實美國證實首度對台的外國軍事融資 這個有相當大的一個意義 尤其在主權這一部分 因為他只對適用於主權國家 所以從這裡來講 S用怎麼來看 我看不是只有美國跟我們黨小庭 很多的國家 你看你說歐洲也好 法國也好 歐盟那些人哪些國家 其實南海也有看到 有看到西太平洋西岸這裡 很多的軍員 但是也是在防堵老共 比如說 別人在跟我們打架的時候 我們自己來台灣是怎樣 像我們的國宏議算今年 今年我們變了六千零六十八億 占我們的GDP的百分之2.5 你自己的國家的國宏 你沒有強化自己的話 別人看你軟得那麼麻糬 但重點是我們內部到底會不會團結 國民黨會講 我覺得這次比較可笑 這次雙城論壇裡面你說 雙城好兩岸一定好 我說你也說倒閉的 兩岸如果好 大家不用煩惱哪一個地方會不好 就不是我們不要的才會不好 是以下我們都嚴重的不好 像這次的雙城論壇 你說化解兩岸的爭議 兩岸之間穩定交流消弭這些旗艦 在臺灣民眾全部都接受 但是在那個場合裡面 高唱中華民主的一個復興 軍機 共機 共建 你說曾來幾台 曾共建來32隻 共建也來5隻 2倍2夠 雙城你去的時候也在11隻伺候 共建再來持燒 你過去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說的就亂 說的就不一樣 你說如果沒有讓我們善意 還是共建老台 如果沒有對等 我就沒有去參加選擇論壇 怪怪你也是獨棄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就很可惜了 既就現在一般還在那裡 那個亡羊捕撈還會扶 還來得及 你也給他抗議一下 我補充一下 我給我們觀眾朋友報告 這個議會彈書 這雙城論壇的這個預算 也就是說國民黨跟民進黨 當時候執政黨叫做柯文哲 當市長 我們兩個黨要求說 共軍如果再飛來老台的話 我們這個雙城論壇不得動之 所以國民黨也做了這個決議 對 所以到現在來說 你國民黨議長 還對蔣萬安出去 我不知道國民黨要如何去 讓這個預算通過他的動之 那如果要讓他動之 最後面是不是要表決 國民黨你等於自答耳光 第二 你的目的 為了是為了你蔣萬安自己 還是為了說國民黨 在這次選舉當中的角色 你們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下去 跟國民黨私底下交流 假雙城論壇之名 真正的去交流要罵郭台銘 還是要怎麼處理這次的選舉 我是覺得 台灣的民眾眼睛好 蔣萬安為了自己無可厚非 但是你敢不敢講出台灣人的心聲 這就是他八年後選舉 真正大家要考驗他的開始 所以看到了英國國會說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我剛好看